好 接下來再跟各位介紹的齁 我現在先給各位講一下 現在介紹的 是以後不建議各位用的 但是 嘿 但是齁 至少各位先知道有這個方法 來來做 那我們即時可以 因為我們還沒交到CSS 齁 這個就是說 你現在我們可以加背景 有顏色 也會有加照片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的前面的字 我想要改顏色都可以 對不對 可以 甚至可以改字型 改字體啊 字的大小 都可以額外改 但是呢 現在就是 新的介紹方式是希望 未來 各位都用CSS 來改變那個 那以後什麼是CSS 各位還搞不懂 沒關係 但是我就說我現在先教了這個方法 你知道至少知道 怎麼去調那個字的顏色 但是以後不建議用 OK 那 還是可以用 現在的新的網頁 都還是可以用這個 但是 不建議用 以後未來 你在管理網頁的時候 要改變 不好改 但是 我也要先講在前後 有些比較舊版的 部落格 對不起 他就是真的只能吃現在這種舊的方法 就是我現在要教各位 但是不建議各位用的 所以各位也要知道 這個語法叫做 這個語法叫做 現在如果要調字體的顏色 它的語法 叫做 縫 比如說有一個縫的頭跟縫的結尾 我先把它打好 中間就是你要 變得顏色的字放中間 然後呢 縫一般來講 可以放幾個屬性 哪幾個屬性呢 第一個 size 字體的大小 你可以放 預設 它的預設 如果你不設size的話 它預設就是3 那你如果 你希望字再小一點就是2 或1 等等的 然後如果你 你甚至你可以 我它比預設的字體再大個 兩極 你就加2 也可以 有這種 有這幾種答法 或-1 也可以 這種做法 這個是字體的大小 另外呢 字體的顏色 用color 等於 也是一樣 格式就是 錦字號 然後類似 就是 就代什麼什麼 ff 什麼 00 ff 等等 這樣子 調顏色方法 那另外 還有一個就是 字體 叫做 face 一樣 雙一號 然後上面就是字體 如果你希望你的 字 那一串字叫做 標 開體 那你就打標開體 或者是各位的字體 不是有微軟正黑體 這是 從Vistar 或Win7以後才有 預設裝在電腦裡 WinXP沒有 然後呢 可是那WinXP沒有 它會顯示出微軟正黑體嗎 不會喔 如果使用者的電 如果觀看你網頁的電腦 如果它沒有微軟正黑體的話 它預設就會用 心細明體 因為心細明體 是幾乎都有的 所以它就用心細明體來替代 那 可是呢 你又會覺得 假設我覺得心細明體不好看 就真的沒有微軟正黑體 我希望它起碼用標開體 可是電腦不會 它會預設給你 那如果這樣子怎麼辦呢 你可以這樣子微軟正黑體之後 沒有 逗點 不要開體 所以 第一個 沒有 它就找第二個替代 第二個再沒有 你如果有在逗點 再什麼 就是第三個替代 如果真的你寫的都沒有 它就預設 電腦裡面的心細明體 來呈現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格式是這樣子 所以 也是一樣要來 我們來看怎麼來做 比如說呢 我希望把 這裡面的 現在這個H1 你看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喔 你左邊 你看把這個反白 相關的這邊也反白了 可以對應 甚至你在這邊反白 欸 這邊就跟著反白 你就很能夠清楚 你現在哪個字 是對應哪個字 好 假設我希望把這三個字 呃這個 這邊 網引衝三個字 想要設 特定的字體跟顏色 嗯 那我就在這地方 縫 我先把那個頭跟尾 要養成習慣 一定要先把它打起來 嗯 你才不會漏掉 漏掉的話它就有問題 嗯 然後之後再去 再去加它的屬性 在前面標籤 空一格 比如說 size 我就說 可以用加一加二這樣 有嗎 或減一減二 或直接打數字 比如說我就直接 加二好了 好 所以你看我先移過來 咦 加二怎麼變小了 對 它其實是以這個字體去加二 嗯 綠色的字體加二 好 然後呢 再來 Color 有嗎 有嗎 你看你也打兩個 CL 它的反白就在這裡了 反白就在color上面 你這時候就可以按tab 有嗎 色盤跟著出現了 比如我設 深藍色 我可以點過來看 有嗎 然後呢 再來 face 等於 但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在打字的時候 fse 然後 你可以點一下 它這邊就可以選了 OK 可是 都沒有中文耶 嘿 來 這邊先跟各位講 打 你直接打字可以 那另外呢 你 可是你打錯字 就不行喔 好 你寫個標凱題 你今天 凱這個字寫錯 或是什麼 它 跟你的字體上面不一樣 它就不能 它就不會呈現 那如果你用選的話 要怎麼選 有點複雜 Edit Form List OK 點它 然後呢 你的冠的字型在這 欸 像我還有冠 金毛 金美毛型書 假設你想要 以它預設的 這個字 我就把它 拉過來 不止喔 我第二個替代的文字想要 牙房美工 過來 排第二 假設 欸 微忍在那一體 排第三 好 假設三個字體 排在這裡了 OK 還沒有用喔 再來喔 還要再第二次 再下拉 再選它 旋 這樣才會出來 好 看 這邊的金美毛型書 好像不太粗的來 這樣子 來我存檔一下 我看看用游覽器來看 有嗎 有 OK 了解嗎 所以 這個 縫 這裡蓋 那我先 口頭先講好 再讓各位練習喔 為什麼 現在 不建議用 這個呢 如果 我這一個 業當中 我也設了很多金美毛型書 都設在中間 每一個 比如說 有關王影聰我都設一個 王影聰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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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突然 你的 你的客戶 突然跟你講說 對不起 我不想用金美毛型書 我要用標台 黑體 你就每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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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改它 很花時間 了解嗎 以後我們會用 CSS CSS它會 你隨便取一個名字 當規則 然後你的規則 你會有一個 獨立的規則 會寫說 你這個 你套用這個 那個 這個規則的這個名字 你是用金美毛型書 可是如果今天客戶跟你講 說 我不要用金美毛型書 我一定要用微染症 黑體 你只要把那個規則 的 那個對 設說 我不要金美毛型書 我要用微染症黑體 所有套用這些規則 全部變 你就不用這樣一個個改 了解嗎 所以 我就說 現在 新的 都不太建議 你直接打FOAM 但是你先知道一下 因為有些 舊的部落格 他 也只能弄出這種方式 所以你各位可以練習一下 一定要還是要守 來 還給各位